好 彭向大哥 剛剛看到的是服飾的當家女主播說 NBA的球星不應該一切向前看 他們認為NBA下跪事件 壓根是對中國前低頭的魔鬼交易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們看另外 從另外一面來看所謂的交易 各位看到沒有 剛才這位主播 他所講的那些話 那是真正的會挑起 美國人的民主主義 美國人對於排華反中共的這種情緒 我跟各位報告 在三十幾年前 中共為了要打開跟美國的關係 他運用了一個小球 叫做乒乓球 進行所謂的乒乓外交 那個時候 中國那個時候的乒乓球非常的強 就藉著所謂的乒乓球的友好訪問 由這個莊澤棟 是個小帥哥 他帶隊到美國去 打遍全美國 他的球技非常的好 而讓美國人開始 對中國開始注目 開始喜歡中國人 為了要讓美國人改變對中國的觀念 坦白講 中國花了不少的錢在做公關 其中呢 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請季辛吉的公關公司 幫他們做的 包括說波音啊 這些的 都花很多錢 幫中共在做公關 但是看到沒有 為了這個NBA的事情 所有以前的這三四十年的努力 完全付諸東流 表面上看起來 NBA的損失 好像滿慘的 但是我們換個角度看 中國的損失是不是更慘呢 所以這個 我們只能有一句話來形容 就是春天底下的兩條蟲 蠢透了 你現在罵五毛哦 五毛會來洗版哦 這個 因為說實在 因為大家都是 你知道這些五毛 還在推特上面 講說911棒透了 然後講說 加州趕快獨立 然後講說這個 美國活該 這個911死人 那就說 然後這些五毛就說 我們在推特也是在表達 我們的言論自由 我們對911看法意見不一樣 我們對加州看法意見不一樣 我們對印第安的這個 美國的原住民看法不一樣 你們想怎樣 兩邊就互相這樣對幹 所以說這個 有個故事就講 誰說大陸人 大陸同胞沒有言論自由 有 他絕對能夠來天安門 指責川普痛罵 這個 在網路上也是一樣 對不對 有 你美國有什麼人 他不敢罵的 對不對 有什麼人 他不敢支持的 比拉登算什麼 對不對 他連希特任他都要支持的 你贏了嗎 你贏了嗎 你看看現在 我們台灣 台灣討厭共產黨的 比例有多少 68% 剛剛最新數字 將近七成討厭共產黨 結果你贏了表面上的 嘴巴贏了 但是骨子裡 你根本就輸了 你輸了台灣的人心 但是我跟你講 台灣人 畢竟還是中國人 大家彼此之間 比較了解說 你那個玻璃心 是怎麼樣 然後我口是心非的 這個呼嚴你一下就算了 以我對美國人的了解 各位回歸一下 西部片 老美 不是你想的那樣 我以我個人 這是第一次在美國大震撼 台灣經歷過吳寶春 經歷過85度 現在如果小球星 小明星去跪 根本沒版面 你除非要宏大大明星 真的 小明星去跪 會沒版面 你讓美國人 根本不吃你這套 對不對 完全是反效果 而且會怎麼樣 會逼得他們的這些 這個籃球明星 逼得他們的影視明星 往往還要用 更強烈的態度 來抵制中國 而且 另外這個事情 坦白講 一般美國人 對香港什麼反送中 什麼 說實在有聽沒有懂 都不會去太注意 太關注 但是突然之間 想到說 這個是什麼香港 香港到底怎麼了 對不對 所以說 NBA的球星炒熱了 對 所以反而因為NBA這個事情 把香港的問題 在美國又炒熱了 再過了 再過幾天 我們中國的貿易代表團 又要到美國去談 在那種氣氛下 你想想看 這一輪的貿易代表的談判 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嗎 很難 所以說 川普如果軟一點的話 美國現在這種氛圍 就覺得 他不要選 以前是球星貴 現在總統貴 那選你這個總統 我要幹嘛 他不要選 所以現在就會很容易影響到 貿易戰跟整個政治選戰的攻防 使得這個貿易戰 真的是雪上加霜 對中國未來的 所謂的和平發展 和平崛起 非常非常的不利 你現在還不是世界第一 對不對 你現在就已經 這麼的囂張 這麼的跋扈 這麼的專制 獨裁 連一個人 講個話 對 馬上刪掉還不行 道歉還不行 還要怎麼樣 你以為這個世界只有你了嗎 越是這樣子 越讓其他國家 更會注意防範 中國的結局 所以 而且沒有這個事件 我都不知道 火箭隊的總經理 他說他聲援香港 而且香港都鬧 一百多天了 你才聲援 我們節目六月九號 一百萬人出來 我們就聲援了 你沒有這個事件 我都不知道 你們這些人 就像你講的 到底知不知道香港 對嘛 所以我說 是不是春天裡有兩條蟲 為什麼 這樣個泱泱大國 進出蠢人呢 對不對 所以說 我非常呼籲 我們電視機前面 如果有五毛 翻牆過來的話 我真的提醒各位 不要再犯這種蠢事 這就叫什麼 戰略性的錯誤 戰略性的錯誤 是靠著戰術 戰鬥 都沒有辦法挽回的 那我再問你 這裡頭有本質的 兩個意識形態 跟文化的差異 對 在美國 你聲援阿富汗 你聲援香港 其實都不會變成大新聞 對 你甚至聲援北朝鮮 金小胖 也不會變成大新聞 就是說 在美國 除非你夠大 你是權力人物 你今天如果你是裴洛西 你聲援香港 他是個新聞 因為他是議長 你今天是川普 你對香港講話 他是個新聞 他是個議題 他是個議長 但是一般人的 Nobody 即便是明星 即便是明星 以前理查基爾 他們是很聲援 那個達賴阿媽 但是他事實上 在美國也不會變成 大議題大新聞 他會變成個人的信仰 就是說理查基爾 可能比較賭信 這個西藏 這個 那他變成 單一個人信仰 可是他也不會變成政治議題 跟政治的焦點 可是這個事情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 他都變成超大的政治議題 以及他們很難想像包容 多元的言論社會 有的時候可能聲援不同的政治立場 對 所以這就是 這個等於變相的幫助美國人 了解現在的共產黨 美國的無色覺醒開始 為什麼呢 因為在一般美國人來講 坦白講 美國人呢 這個地理知識啊 歷史知識啊 一般的國際常識 坦白講都很欠缺的 他們是相當的這種鎖國的 這種門羅主義的影響 除了美國以外 是他不大注意的 但是因為這樣以後 他們恍然大悟 原來中國是這麼的沒有 沒有這個言論自由的 這樣一句話 能夠造成這樣的 這麼一個轟然大波 而且我跟各位講 NBA在美國的影響多大 你這個誰跟誰打仗 因為美國經常打仗 哪個國家跟哪個國家打仗 美國人基本上搞不大清楚 但是NBA每場球賽 我告訴你 你在美國想要混啊 你不把它搞清楚 人家一找你聊天 你說你不懂 對不對 哇 那就沒有話題了 所以NBA深入到美國的 社會的各個層面 各個角落 而且NBA是等於 他們的另外一種戰鬥 另外一種這個鬥志的發洩 你今天 你在這個地方 你要跟他較勁 那真的說實在 你真是打到了 真是這個 這一季打到了 打到了 捅破了馬蜂窩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